咖啡在我们运动人群当中有多受欢迎还用多说吗 那咖啡的主要作用就是提升抗疲劳 掩盖费力感增加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的表现 尤其是减质期啊 吃的少练得多还得做有氧扛不住啊 所以我一般会在练前来一杯高音的黑咖啡 当然这个咖啡因是不能直接帮你减肥的啊 反正现在打着有减肥奇效的咖啡很多啊 大家注意一下 因为咖啡因进入学很快 一小时左右就能达到分值 但是代谢慢 状态可以维持4-5个小时 所以摄入时间在运动前一小时左右下午6点 之后就不要再喝了 否则晚上登一关演一闭 那脑袋里面跟放电影似的 咖啡因要摄入多少才能起到明显的作用呢 推荐摄入量是2-3毫克每公斤体重 有些人比较敏感的话可以少喝一点 像明治说的这个高音咖啡每只含232毫克咖啡因 我体重90公斤点前喝一只刚刚好 原料无添加只有酥溶咖啡粉 没有遮糖和脂肪 他用了这个低温冷碎技术 口感还是很醇厚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总的来说咖啡因这款补给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评论区置顶有优惠领取的 另外抽5个送咖啡体验状